首先它的趋势线把它加上去 然后可以看到趋势线下 以及我们要解图 所以我们先从了解这张图开始讲解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书柳分析这边得到的结果 它排列的顺序是从2013年到2016年 它一定算是时间别排序 第二基本上每一年的利润的分析 第二我看到了至少每一年 它的起始值大概都从40万获利开始 第三逐年成长利润 那既然是我要说明这件事 何不把趋势线画上去更加容易说明 请点这个加 然后趋势线打勾 那各位这里面还有像资料标签 第四2013年最低有37万 然后逐年成长 第五件事 2016年最高将近70万 2016年成长约比2013年高一倍 三年我们就获利增加一倍 至少你看到这件事了吧 第七我们在这个地方 这两年来去看 它的成长好像有瓶颈出现了 不像2013进步到2014 它的成长大概有30到40% 这边可能只剩下多少 10%的成长 刚刚我讲第七件事 你有没有觉得 是不是利润成长有瓶颈了 这不就是应该要更进一步的讨论 如何解掉这个瓶颈 让利润更高 这不就是应该要更进一步的讨论